冰糖 睡着了 好 昨天一想到吃这口 我一整夜都没睡 为老婆大人服务 真是我的荣幸 慢慢吃 别着急 这全是你的啊 快点 吃吧 小声点被我妈发现 又得说我们了 对 我现在干什么都高度紧张 都得之前想一想 怕咱们还有意见 别说是你 我也舍不了 习惯一个人住那么多年 突然间有一种 回路再造的感觉 比高考那种很累 我吃好香啊 要不要吃 我吃这个 你说如果没有你妈 我们能不能做好这个工作 什么工作 就是怀孕生孩子 带孩子的工作 别人都是这么过的 怎么可能都像我们这样吧 我知道了有一些 还找家里的老人来帮忙 还有一些孕妇呢 就是全职在家里养胎 请保姆呢 保姆也不是那么好选 我们过的朋友 咱们都说就算你姓保姆了 最好也得有个老人家 在家里看着 毕竟外人呢 肯定没有自己家的老人 那么可靠 你说我这么分析对不对 你妈把我 怀孕生孩子这个事 当成了一个项目 她是项目经理的角色 但是呢 如果你想 全丰盛只有一个项目 那这个项目就会用上 所有的精力和人员去做 所以啊 你妈才二十四个小时 全天候地盯着咱们 我妈为了照顾你 简直是全心全意了 连但是我也倒霉 那我们就绝对不能让她 把所有的精力 都花费在我们身上 得给她多找几个项目 不能让她把所有的鸡蛋 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有道理 这篮子也受不了呀 赶紧的走吧 我接小白去 妈 小白刚来电话 说还有点事 让我们晚一个小时出发 对了 妈 正好 有件事我想 麻烦你帮我一下 什么事啊 就是我跟小白的婚礼 想请你帮我们操办 麻烦这事都快急死了 你说饭店得定吧 这个情言得写吧